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您需要知道您的一个不起眼的选择 能够减少污染 拯救环境 缓解世界饥饿 改善自身健康 并且创造一个更祥和的世界 也许想问怎样才能做到 请往下看 全球暖化的进程中 什么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比所有飞机火车汽车全加在一块还多 那就是畜牧业 联合国报告指出 畜牧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元凶之一 不止如此 由于动物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畜牧业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水 能源 粮食和土地资源 近几十年来 全球大量原始森林被改造成耕地 用来种植粮食喂养动物 大部分都是为了给人吃而养殖的动物 畜牧养殖将六公斤的植物蛋白 转化成一公斤的动物蛋白 这可真不划算 工业养殖场消耗的食物 比他们生产的多多了 使能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更少 在全球化的今天 有十亿人在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 而全球每年三天之一的粮食产量 却用来喂给养殖场里的动物 这些粮食原本可以喂饱三十亿人 从每一位顶尖的水资源和气候科学家 到乐视会和世界宣明会 甚至联合国都认同一件事 如果我们少吃肉可以减少污染 拯救环境和缓解世界饥饿 但受益的不仅仅是饥饿人口 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却认为 我们需要少吃肉 以降低我们患肥胖症 心脏病 中风 和一些癌症的风险 此外 我们在餐桌旁做出的选择 会影响到其他生命的动物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 关键性的时刻 我们的选择 不仅仅能对周围造成影响 还能影响到全世界的动物 人类和环境 选择少吃鸡肉 或者选择素食 以能保护地球母亲 和您自己的健康 还能拯救更多生命 使更多人和动物 免遭痛苦 改变世界的力量 就在我们手中 携手连心 我们能够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